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老师他是比较老师的当面直排打法 他的防守是没有现在主流的直排很打 梁老师一个发手抢攻之也得分 前场榜也是梁老师的一个有势技术 欢迎在赤米下方分散力对改比赛的看法 在第三局梁老师的发球是起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光靠发球就直接拿了三分 梁老师是以7-9帮回了一局 不过现在是大比赛1-2落后 如果经常从小时有接受过种平衡中的训练 虽然他的动作是反而回放基本功炸实 现在软井尝试第四局7B5领先 一旦打到了这种刀包会的三折球 两面进攻的罗井尝还是要共有优势 罗井尝在第四局7B5拿到了赛点 最后是罗井尝大比分三比一已经下了比赛